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平安 再次来到主的面前 可慕主的话 因为主说出于神的话 是灵是生命 而祂对我们讲的话 就是灵就是生命 愿主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西伯来书五章一到十四节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他能体谅那愚谋的和失明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这大祭司的尊荣 没有人自取 唯要蒙神所照 像亚伦一样 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 做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今上又有一处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本次 永远为祭司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 蒙了应允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他既得已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蒙神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称他为大祭司 论到麦基喜德 我们有好些话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还得有人 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永远得救的根源 耶稣基督 永远得救的根源 耶稣基督 我们整个希伯来书 其实一直讲到献祭的事 从旧约 要亲至宰杀 身处流血 然后才能献祭 到新约 基督 正自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甘心为我们舍命 我们知道献祭 它需要包含三个方面 都要到位 第一个 献祭的时候一定要有个祭司 需要有祭司 然后成为我们代表神 接受我们献祭的对象 第二个他一定要有祭物 来到祭司面前献祭 他必须准备好他的祭物 尤其在旧约的献祭 各种不同功能的献祭 都有对祭物里面详细的规范 基本上除了数祭 这种特别的祭以外 大概都需要有 只要有赎罪性质的 他就一定要流血 因为生命在血的里面 表示一个替代 原本罪的功架是死 但是现在流血 生命在血的里面 这个宰杀的深处成为祭物 他流血代替我死 所以祭物是一个流血 生命代替生命 第三个他就是要有个祭坛 要在哪里献祭也非常重要 所以在神指定的地方 我们要献祭给神 我们在西伯来书里面所看的 我觉得基督自己要把这三个全部合在一起 所以他是更有君尊的祭师 他自己除了成为君尊的大祭师 他还自己成为祭物 然后他自己又成为祭坛 曼子裂开 人都可以直接到施恩座前 来到主的面前 基督自己接受我们的献祭 因为他是最有君尊 完全的大祭师 而祭物 他也为我们预备了 他自己成为赎罪祭 成为挽回祭 他为我们舍命流宝血 他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 因为他流宝血 所以他的命为我们舍 而罪的公价是死 原来应该我死的 但是他代替我死 他自己就成为祭物 然后曼子裂开了 他流宝血的时候 曼子裂开了 我们直接就到施恩座前 当我们用感恩用信心 来到主的面前 处处是祭祷 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或在那个地方 因为主自己也成为祭祷 我的心打开 接受主住在我的心中 我就随时可以献祭 因为基督就是我的大祭师 基督就是我的祭物 基督就是我的祭祷 所以在新约里面 希伯来书描写 基督这更美的祭师 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 基督把我生命中间 没有办法解决的所有的困境 一次到位全部解决 所以我们要向爱我们的主 献上完全的感谢 我们看见基督为了成为我们的祭物 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成为我们的挽回祭 基督所付最大的代价是 看起来祂是一次到位 直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宝血 然后祂说成了 从此救恩的门打开 慢止裂开 我们直接到主的十恩座前 但是这是一段旅程 基督在三十字架前 祂为了体恤我们 祂也经历软弱 祂也接受试探 只是祂没有犯罪 所以这一段在今天的 特别是在第五节到第七节 这里讲到基督为了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成为我们的挽回祭 基督是走过一趟十字架 那个艰辛的旅程 所以这里讲到他心里的十字架 这个旅程的时候 第五节说 因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师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也就是基督自己成为祭师 还要成为祭物的时候 是体会父神的心意 所以他甘心来到地上 所以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他是永远君尊的祭师 但是不止如此 基督还要成为我们的祭物 不只有祭师还有祭物 而为了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 第七节说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也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我们这里看有点特别 第七节说 他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的确基督在克西玛尼恩祷告说 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好像这一位能够救他免死的主 却第七节说 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好像他没有免死 他还是必须背十字架 成为我们的挽回器 那什么叫做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呢 第八节说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我们看到基督不只说 父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基督后面更重要的祷告 跪在克西玛尼园 汗如雨滴流下 恳切求神 父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然而 基督更重要的祷告是 然而不要照我的义事 乃要照你的义事 所以我们刚刚看 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就是后面这更重要的祷告 照父的义事 而第八节解释 他虽然是神的儿子 还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第九节说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第十节 并蒙神 照着麦希几德的等次 称他为大祭司 我们要一起向主祷告 主为我们的生命 付了最大的代价 使得我们如今 可以坦然无惧的 到神的施恩坐前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天父 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成为赎罪祭 如今基督不只是 我们君尊的大祭司 他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 而曼子裂开 他自己就是我们生命的祭坛 使得我们可以直接到 父的施恩坐前 得连续蒙恩惠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基督成为我们 永远得救的根源 再次为基督在我们生命中 成就这么大美善的恩典 献上感谢和赞美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